官发69岁 黎毅 辽园市二房建工会退休 退休金2800元 家住辽园 住房面积88平米 大哥 你咋穿这一身呢 我这不送罐吗 要不说呢 这把这给我关切吗 现在就是干这个送罐这个吧 米面油也是有几袋加巴拉鞋 我这都不多 就邻居用一用 还有还卖米面油 他打呢 他有这个我是关切 把你加巴拉 没有米面油我就给烧一个 就那么的 不专门卖 那这个一个月能额外挣多少了 反正对付工资就行 两千块 三千块 三千块钱快点的 你看看 虽然关大哥现在已经退休了 但是他现在干起了换煤气罐的活 关大哥说他最不缺的就是利剂 干起活来可浑身是劲 你看到吗 这玩意老十了 你看 你这一下扛上来 你真是没有力气呢 你别的罐子不行 那你通常扛过几桌 老十了 最高的时候 最高的时候是七桌 送完煤气罐后 侯娘才跟关大哥来到了家里 可这刚一进门啊 侯娘着实被震惊到了 哎呀 还进了 哎呦 我天呐 那这些啥子都是你买的呀 啊 这都是我遇上啥跟着古董市场啥的 你喜欢这些啥子啊 你看这个画啥呢 中国传统嘛 这画 人家在艺术上 人家在画过去不想人家在画中 是吧 都是 这来到关大哥家呀 几乎每个房间都摆满了工艺品 墙上也挂满了字画 这不啊 关大哥也兴致勃勃地 带红娘参观起了自己的宝贝 你看这小鸭子 你看生出的鸭蛋 这鸭蛋生小鸭子 这小洗衣盆 你看 大哥 你买这些东西得花多少钱呢 哎呦 那你 这块老钱的 好几万 好几万 最贵的花过多少钱 最贵的是哪个呀 凳子没六千 啊 就这个凳子 也只要是好看的 就是工艺品 不是真的 我看着好也行 你看 你看这琉璃的小鸭 这一对多好 大哥 我第一眼见你 没学着你家这么古色古形 那你看 人生可以啥都没有 但是不能没有艺术生活 从小最热爱艺术 关大哥说啊 他从小就热爱艺术 现在喜欢收藏这些古玩文玩 也跟自己画了一辈子画有关 我在19岁毕业到才艺场学图 完了结果那二年之后呢 部队结冰 那天俺们厂的画廊跟哪儿 赶小俺们厂的画廊就有大四季 这几个当兵的 他一看这画廊画的 那车中车火那灯灶的 像亮似的 啊 要不别人说那画画的都有立体 说正好你们厂的 你们厂的当位画一个画廊 看得挺好 是谁画的 他够不够当兵的 妈一提 我那边正好19 20 我说那才行 关大哥说 在部队的时候 一直负责宣传片布景 当兵回来后 他被分配到了二房建工会 依旧从事画画工作 虽说多少年都不画了 但看得出来 大哥心里还是热爱着